在乌民岛搜寻失踪国民服役消防员下落的民防部队 下午寻获一具青年男子的议题 据民防部队透露 尸体今天下午1点被发现 漂浮在乌民岛可客石场附近的矿湖中 救护人员当场宣告男子身亡 搜救队伍目前已撤离现场 但宾尼消防局的一名休班国民服役消防员 前天在乌民岛北部失踪 民防部队昨天接到求助电话后 派人展开搜救工作 可客石场位于乌民岛北部 距离码头近4公里 石场目前已经关闭